这个FitWell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东 这个概念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 是FitWell这套系统 它其实是 我们先讲它的源起好了 就是FitWell这套系统 它其实是从美国发展出来的 那一开始大家的观念 其实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有两件事情 我们先分享两个数据 也许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健康很重要 第一个是我们人一天 在建筑物里面有多久的时间 其实是90% 我们有90%的时间是在建筑物里面 那第二个问题是 你觉得室内的空气比较好 还是户外的空气比较好 当然是户外 户外空气比较好 但是我们90%在室内 所以其实室内有很多东西 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就从这个 其实它就是一个出发点 所以过去有非常多研究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分散的 例如过去我们曾经讲过一个东西 叫病态建筑 病态建筑就是通风欢气不好 这里面人会觉得想睡觉啊 会想咳嗽等等 那是一部分 他在讲空气 还有一部分可能 总裁你也听过 叫疗愈原意 就是透过原意 透过接近自然的方式 来让一些 例如说的躁愈 有忧郁的人 他可以在那里得到心情的舒缓 那其实这个都有科学论证 这个科学叫biophilia 它是亲生命的学说 那这些东西过去没有被整合起来 所以透过美国的疾病管制 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就是我们最近疫情 大家常听到CDC 他就汇整了非常多数据 然后他整理说 原来建筑物对人的影响的因素 这么的多 那所以他就用这些东西 他请了一个叫总务署 美国说公共建筑的 他就去做了一些测试 然后就收敛起来 发展出一个叫Feedwell的认证 那这一套认证 基本上它就会绕在几个主轴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定义说 人的健康 从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 还有整个社区的健康 我怎么去贡献到这里 所以他的所有的评估指标 全部都进入 你们的话把这个国外的这个指标 这个引进台湾 听说好像有七个指标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七个指标包含 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 我怎么透过我的一些设计 让我的生病的几率降低 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 不只是COVID-19这件事情 未来有太多太多传染病 你都可能会面临到 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观点 如果我们通风量够多 那病毒量就会稀释 所以他在防疫这件事情 他就一直高度的诉求说 我怎么样透过各种设计的方法 我让自然的换气增加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怎么样去提升 居民运动的动机 这个是要去吸引他的 不是说我今天就设计一个 您的意思是说我在房间里面 不同的房子会吸引我运动的动机 我从来不运动 我想在什么地方我都不会想运动 这非常对 如果我们今天就像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 湾南Villa游泳池 它的游泳池就设计在一个无边际 然后看出非常漂亮的一个水岸 其实就算你不想游泳 你可能想去那里泡泡水 你想去泡泡水 你至少要走上去 这件运动的动机就出现了 我想我太太一定会很喜欢你 我太太说你连走路都懒得走 你就那么懒整天就窝在床上 窝在书桌上 还有很多设计策略 例如说我把楼梯变得有趣 我把它变成登山步道 我甚至在上面标卡路 还有五个 还有再来像安全的部分 安全这很重要 就是说我怎么透过灯光的照 的设计 例如说户外灯光设计 我把这个社区的暗点消除掉 不要让那里躲人 不要让那里有歹徒的发生 再来是通用 通用大家觉得 通用跟健康有什么关系 通用其实它会照顾到 很多所谓的弱势族群 弱势族群包含的是 可能残疾人士 可能是怀孕的妇女 可能是小朋友 那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都去思考到说 这个建筑物 这也是一个无障碍的环境 很多都是我们要照顾 再来是心灵 就是我刚才讲到亲生命 我怎么样让人 更容易接触到 自然的这些环境 那再来很重要的健康饮食 对其实大家会觉得 健康饮食你还要管到饮食 没有错 因为我希望大家吃得更健康 所以可能我在社区里面 我会设计一个公共厨房 我在顶楼 我会设计一个叫可食地坚 所以我的住户 可能他可以去楼上参与 这些例如说蔬菜水果的种植 你一直在跑到顶楼 就可以自己摘一个蔬菜 然后回来自己煮的吃 对 这会衍生到最后一个 就是要凝聚社区的公司 其实我们最近在 我们很多案子 集合住宅 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大家常常都门关起来 我不认识隔壁 隔壁不认识我 但是透过这种 有趣的设计的软体 其实我们可以把整个社区 健康公司凝聚起来 大家一起做这个社区的健康 才会延续下去